成軍只有200天 韓國新偶像團體BAP首次抵台 今天舉行訪台記者會 他們除了用韓文現場自我介紹之外 還用不流利的國語跟台語 和現場粉絲打招呼 讓能夠幸運抽籤入場 近距離欣賞偶像的粉絲們 個個是樂不可知 充滿節奏感 風格鮮明的主打歌 MV推出7天 就衝破百萬點閱率 他們是韓國新星偶像團體BAP 夾帶著強大魅力旋風抵台 BAP一行六人穿著豹文禁裝登場 這趟寶島初體驗 目的是為了宣傳22號 在台灣舉行的首場showcast 我愛你 你很漂亮 你很漂亮 親切地用深色中文問候現場粉絲 及媒體後 當然也要入境隨俗的現場 來上一段台語 1 2 3 1 2 3 我愛你 平均年齡只有20歲 成群不到一年的BAP 在台灣已經擁有超高人氣 此行除了宣傳新專輯以外 最想體驗的就是台灣的夜市文化 同時他們也透露 22號即將登場的showcast 將會為寶島歌迷 準備特別的表演內容 要大家拭目以待 幽電TV入圍中午登立 台北報導